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警政署下午周及云嘉南四县市警察局一百多位治安干部在台南市警察局召开第四场分区治安会议 署长陈嘉青亲自主持对当前治安三大重点工作扫黑、气毒及打炸 他说将中奖破案人员并建立全民友善通报网精明合作打击犯罪 陈嘉青到各分区治安会议了解各单位执行情形并针对治安三大重点工作提出因应策略 他说到地方走动管理发掘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会中也有陈嘉青颁奖表扬扫黑、气毒及打炸 有工人员既有南市第四分局小队长黄树萌 新市局侦察员秦辉荣、侦察郑马嘉宏、南市侦察佐黄宝豪、云林县所长詹益成、警员林明贤、南市新颖分局侦察队长叶景星、嘉义县侦察队长苏俊官、嘉义市警员林良化等九人提证员警示器 陈嘉青表示 第一,扫黑工作必须向下逃根、网上溯源、针对不法、吃途、组织及金流查明争办 第二,全力动员追查诈欺集团、强化深入民间宣导、防止诈欺被害 第三,全力查气毒品犯罪、结合运用第三方警政策略 对于经常发生集体持有、适用毒品派对之、观光饭店、汽车旅、宾馆或夜店、KTV、网咖、卡拉OK、小吃部、歌友会等一生毒品犯罪之行业场所或妨害社会秩序、从事色情及容流畏、成年或一生治安顾虑等处所、协同县市政府、执行断水、断电、听业、歇业等行政措施 陈嘉青说,传统的抢夺、窃盗、强盗案件逐年下降、贩毒、诈欺、黑帮利用科技逃避警方查办 警方必须加强侦办技巧、科技设备、人才培养才能应付新世代的治安作为、分区治安会议是和基层沟通意见达成共识 再将决心化作行动人民才有感 对于查气毒品,陈嘉青说,第一是阻绝境外,不流入国内 第二是境内全力忌毒,向上溯源追气药头,以防止毒品扩散,保护青少年免于毒害 刑事警察局局长刘伯良说,去年全国查获58000多位吸毒贩,7073位药头 今年查获人数成长一成,预计明年底查获人数会达高峰之后会下降